因為我常常吃吃飯或做任何事情都會配Youtube影片看 然後可能有些想法我就會在下方留言 為什麼我們創作者留言就要被限制 鬼王中假我成語 歡迎來到我們的黑頭時間 那本週的主題可能稍微比較嚴肅一點 然後也是一直以來很多Youtube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想說趁著這一次可以來好好聊一聊 然後也算是看留言這樣 各位如果喜歡這類型的黑頭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然後以及訂閱 然後還有記得要點小鈴鐺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聊什麼類型的事情之類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好啦總言之 就是我在一個月前 對就是博恩的某一部影片 然後底下我有說博恩辛苦了 感覺出來博恩非常操擾這件事情 那我會這樣留的話最主要就是 我自己感同身受嘛 然後也算是幫另外一位Youtuber 就是我自己欣賞的Youtuber加油這樣 那這件事情就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就有跑出了非常多的酸民 然後可能會在我的留言底下打趁 趁這件事情我覺得已經變成了一個 Youtube上面一個非常不好的風氣 而且不管是什麼類型的頻道 然後什麼人去留都有幾率會遇到 就是有人會在下面留言說蹭 這樣舉例可能阿滴 阿滴說他其實也有遇過就是 他去任何頻道 不管是訂閱數比較高比阿滴 去任何頻道留言都一定會有人說他蹭 然後我就不懂 這些人說蹭的用意何在 跟他的定義為何 我覺得說蹭這個字 就是以大眾的眼裡本身觀感就是一個不好 然後不喜歡的字眼 就是比較偏負面的一個字 那像我的頻道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管理得非常好 其他Youtuber來我的頻道下面留言的話 是不會看到有觀眾在底下打趁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跟本身的觀眾素質有關 有一些頻道可能太龐大 然後真的沒辦法顧及到所有的觀眾 然後這些人可能會覺得自我感覺良好 會覺得是說我在幫我的Youtube發聲 就是其他的不能來我喜歡這位Youtube底下留言之類的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可能是偏這樣 然後可能會打趁 然後嘗試想要把留言的這位創作者趕走 然後讓他不要再來留言之類的這樣 那我的頻道底下的話 是不會發生這件事的 首先其實是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會在管這件事情 通常在我的頻道底下 然後是其他Youtube來留言的話 有人打趁 我會先跟他講一遍 然後他可能還是會 我會直接罵他然後直接把他隱藏掉 Youtube有個很好的一個功能是 可以把一個人設定成隱藏 他的留言還是會在我的頻道上 可是只有他自己看得到 而且他並不知道他自己被隱藏 所以他可能會繼續在下面留言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只有他自己看得到 對沒有任何人看得到 連我都看不到 除非我要特別去把他解開隱藏 才又會恢復原狀的 然後我就是這樣一直過濾掉 這類型我覺得不好的觀眾 為什麼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因為那位觀眾可能是喜歡我的 可是他在 可能其他創作者來我底下留言 然後並且在 那位創作者底下打趁 首先這是對那位創作者不尊重 然後再來就是 這會影響到我的合作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很多很多創作者 他們去其他頻道合作時 有時候會看那個頻道的整個風氣 那假如說他看到很多創作者在底下留言 然後結果他觀眾會一直打趁 代表說他的觀眾是比較偏攻擊性的 那在偏攻擊性的情況下 假如說我今天來上這個頻道 我是不是有機會被罵 我以前發生過就是像 小M 他跟我合作非常久 然後以前非常常跟我拍片 然後結果我就有一些觀眾 可能一兩個不喜歡他的效果 然後可能在留言罵他這樣 那時候我後續想要邀小M 小M就會說 不要你的觀眾都會罵我之類的 就是他會顧慮這件事情 雖然可能當下是嘴嘴泡 但是多少還是會有點顧慮會不開心這樣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非常嚴格的在把握這件事情 那我們再回到這邊 那今天的話 我是對於就是這部影片 然後留下我的想法 那首先我要對這些酸民跟正確X7講說就是 你們並沒有在幫助自己喜歡的創作者 或者是幫助現在你正在留的這位創作者 你只是在害他這個頻道的本身整體的風氣 你只是在改變這個而已這樣 這個對雙方都是非常不好的 雖然我沒辦法讓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至少我想跟我的觀眾 就跟你們講 就算你不喜歡這個創作者 你要把他 你不喜歡他的地方點出來 而不是直接留一些 就是像什麼蹭啊 或者是來幹嘛 我真的不懂 我在一個 就我看完影片 然後我在下方留言 我留這個言 我是能獲取什麼他媽的利益 就那些觀眾是覺得說 我可以因為這樣訂閱數 暴增之類的 有哪個創作者 是靠這樣讓自己訂閱數增長的 超難 根本不可能好嗎 對不對 你就換個方式想 你會因為這樣點進 就底下創作者的頻道嗎 對 所以 雙民們動你腦袋 要嗆了也要嗆得高端一點這樣 然後 我們回到就是留言的部分 有人會就是覺得說 我講有道理 有人可能會說 看得出來心事真的很累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一些 蹭滾啦 之類的 真的是傻眼 然後 有人就提到 撇去YouTuber 他也只是個人 沒有什麼蹭不正 表達自己看法沒有什麼錯 配慮起繼續 這個我覺得就講得很有道理 因為 在我們吃YouTuber之前 我們其實都是一般人 因為我常常吃吃飯 或做任何事情都會配YouTube影片看 然後可能有些想法 我就在下方留言 為什麼我們創作者留言就要被限制了 這個完全沒有道理 任何創作者都有遇到這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隱形的壓力 會讓我們覺得 我今天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 是不是會被罵啊之類的啊 就很多啦很多 而且這真的是近兩年來 越來越多了 以前可能是說什麼 抓到野生的黑羽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還比較好 然後有人會說到 干你什麼事 這裡我就要講到 確實是不關我的事 但我看完影片 然後在下方留言 留我的感想 這哪裡有任何的問題 我就不懂 為什麼會有這類型的觀眾 會說出關於什麼事的這句話 然後下方就 也有很多人在幫我講話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點不好的是 有時候 其實也不用特別的 幫我去說話之類的 這個一來一往的過程中 都是在別人的頻道底下發生 那其實我覺得這也對別人的頻道 蠻不尊重的 對所以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 而且 有時候我會覺得啦 就是那些留言蹭的人 或是留言 就不好聽話的人 通常我覺得他們生活應該是 本身可能壓力太大 因為會比較這麼負面的人 應該都是 要嘛壓力大 然後可能抒發 那他也沒機會出去玩 他可能就是 加班回來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可以嗆的Youtuber 嗆他 抒發一下自己壓力 所以其實我通常 我看到有人 有酸民在我下面留言之類的 我都會罵罵他 然後再把他隱藏 讓他自己霜 就是我還是會讓他留 甚至我有時候也會看 其實我蠻喜歡 這類型的酸民 來我底下留言 首先我可以當作我影片的題材 再來就是 我會看笑話 就是我蠻喜歡觀察他們的 然後我可能會 回個一句 然後他們就會自己 回很多句 然後我就會有點 快樂 這個是不好的喜歡 這是不好習慣 大家不用那個 不用學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可能沒關係 可是其他人有關係 就是不要把 趁著這個詞 流行起來 我們要杜絕會是最好的這樣 然後有人講到 這個熊班長叫我來的 他有講到說 沒有喔 不是沒有比較紅 就不能出現在別人的留言區 只是比較不討喜的人 到哪就這樣喝 不討喜的人 欸不是 每一位創作者 每一位創作者 任何創作者 一定沒辦法讓世界上 所有人都喜歡他 多多少少或多少一定都會有酸民 所以代表說 你不喜歡這個創作者 或是你片面覺得這個創作者不好 你就可以這樣 直接在公開的場合下攻擊他 那就是把你的霸凌合法化 其實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嚴格來說這些都算是一種霸凌 就是 非常不好 然後他後來就爆走了這樣 然後他說 我當然沒大咖 倒能管他在幹嘛 因此我用我的看法 評論了他這件事情 趁 他就是 開始 講自己的一種歪理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說 不要在別人影片下面吵架 這樣 有人覺得說 確實不要吵架比較好 但是 有些可能不是我的觀眾也覺得說 哇 這樣很沒禮貌之類的 這樣 其實對任何人都要有一些 尊重跟禮貌 對 喔 然後有人講到 一個根本沒有互動沒有關聯的YT突然跑來說 辛苦了 不用多說了 回去養魚吧 哇 這個真的是 很多酸民都自以為是的 完全認識 就是 這一名創作者 之類的 他可能覺得說 我們沒有影片上的聯絡 私底下也是不認識的 其實不一定 因為我有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我們平常 很多實況主或Youtuber 我們平常都是會聯絡 只是我們很少拍片 為什麼 有時候越信任的人 反而越不會常常拍片這樣 所以沒道理 憑什麼我們沒有在檯面上互動 就不能在底下留言 再怎麼樣 都比你們這些留言的人 還要更有交集 在任何場合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會碰見 也會打聲招呼 然後 啊 那個熊班長又出來了 他說 感覺出來博恩很操勞 拜託講啥 屁話 有眼睛 不是眼殘的都看得出來 有意義的話 當然可以講啦 啊這種屁話就講出來 不是真的是什麼 欸不是 我覺得我講的這句話 超有意義好不好 只是在 鼓勵這位創作者 當我心情難過的時候 或者是我 可能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之類的 有創作者 有觀眾在底下留言說 覺得我很操勞 辛苦了之類的 加油鼓勵的話 對我來說是正能量 有時候 簡短的一句加油 有簡短的一些鼓勵的詞 其實對創作者來說 是很大的救贖 因為我們平常其實看了很多留言 可能很多都負面的啊 之類的 然後可是我們看到 聊天室 留言區有人說 欸喜歡你影片 或者是說 那個辛苦了之類的 對我們來說其實都是一種 正能量 正能量進來 正能量進來 然後多一點正能量 我們就會過得快了 過得開心 然後更多影片這樣 我哪裡講的話沒意義 我真的是不懂 真的不懂 這類型的還是有 但是我想要就是透過我的影片 告訴大家 就是 不管你多討厭某些創作者 然後他可能在任何的影片底下留言 你是我的觀眾 或是你是我的粉絲之類的 請你不要留蹭 假如說你不喜歡他 你可以留說你為什麼不喜歡他之類的 可以 但是不要留就是 簡短的這種蹭 因為蹭沒有理由 你也不講理由這樣 創作者也無從改起 而且說到底說到底 在別人底下留言根本不是蹭 只是一種就是 對這部影片的一些感想之類的 對 真的有一些說明留言真的很好笑 他說有夠蹭又缺流量的是不是 我不懂欸 在別人底下留言 真的不會讓自己流量點多啦 對不用想太多 拍影片 跟一些企劃比較實際一點 然後或者是直接找那個人合作 如果我去找一個人合作 然後他來我頻道 然後你們對我說 嘿 原來在蹭別人呢這樣 我覺得這樣還OK 這樣才就蹭 對 去別人底下留言根本不是蹭好不好 好 大概是這樣 總而言之 就是一起把這個風氣杜絕掉 任何的創作者 在任何的影片底下留言 都不要隨意的去這樣攻擊他人 多點正能量 鼓勵 好啦 各位 感謝大家要聽我隨隨唸啦 好啦 那大家也可以對於 趁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喜歡 記得去JNLGP HYU 按照我的粉絲團 HRIV 最多的是Gram BLCN384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掰